把一些比較大型的防禦旅館 要轉成這種加強版防禦專責旅館 坦白地講 它就是我們台灣版的方艙醫院 在每天的統計數字上看起來 一開始大概是10% 慢慢就降到差不多5.1、4.6 新冠肺炎它的潛伏期大概是2到7天 我們快篩出來的數字大概是反映 差不多一個禮拜前的狀況 那麼一開始那一波可能是阿公店有關的 那下來以後 雖然我覺得我們目前反映的 可能是這一波是反映的是 母親節那個週末的一個活動的狀況 那我們會再觀察看看 因為我們事實上比較嚴格的晚制 是從上個禮拜五開始的 所以到底我們這個禮拜的 這種嚴格的管制你知道 到底有效果怎麼樣 大概還要再看幾天才比較確定 有人在問說能不能公佈這個 每個行政區的感染狀況 那這是到現在為止我們的資料 不過一般來講這個是要到PCR 結果出來才有的統計 那事實上我們這幾天快篩做的 還有大概三四百 這個還沒加進去 所以我們看看這個數字上 除了萬法比較多以外 其他每個行政區都有 看起來蠻平均的 所以是這樣 因為這個已經 每個行政區都有 那我也不認為在這個 現在每天增加 將近近百的這種 新案例的狀態下 我們還有辦法去做疫調 事實上這時候做疫調 跟你說沒有 有時候反而讓你有一種假象的安全感 因為 所以從現在其實應該是假設 你旁邊的人都可能有感染 所以在這段時間還是要嚴格的 防疫措施降低活動 那防止這個 這個疫情的擴張 這兩天大家很關心的是在第六點 我們有關於民眾外出 配戴口罩的部分 針對自行開車的部分 自行開車的部分 如果是兩個人以上同車 那我們 應要配戴口罩 如果是自己一個人開車 因為他是在密閉空間內 他沒有打開來跟其他人接觸的狀況下 那可以不用配戴口罩 工地的工程人員要找到適當的地點 來 飲食跟喝水 這個是 這個基本的生活所需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能保持社交距離的狀況下 那可以允許不配戴口罩 最近在LINE上面也另外有一則是 每人補助疫情援助金1萬元的這個訊息 說 從今年的2月1號開始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行政院有決議 每人要補助疫情援助金新台幣1000元 那包括用了一個網址 大家注意看這個網址是PPT 這個 那 所以這則也是一個假訊息 那也請大家務必不要再轉傳這一則 步調一致 做法一致 說法一致 那來讓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 還有地方彼此之間 那大家可以共同 一致性的推動防疫措施 而不要讓社會造成混亂 那A縣市有A縣市的做法 V縣市有V縣市的做法 這是第一個 而且是特別 請所有的縣市務必遵守這樣的一個規範